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今天漲位比較多 最主要是前置股都漲了 很多的前置股都漲 所以加起來點數就蠻多的 例如說連金融股的前置股都漲了 我們看一下國泰副邦金 雖然沒有漲很多 但是這種很補 因為它都是非常大的泉質 這種是非常大的泉質 所以很補的 或者是像這個鴻海 雖然沒有放量 但是這個鴻海漲了三塊錢不少 對泉質就幫助很大 鴻海 日月光 或者是聯發科 聯發科也是大泉質 也是漲了一些 這個都是大泉質 大的泉質股 這種是 因為股本大 然後加起來市值高 像這個就沒什麼泉質 這種泉質就很少 這是小型股 你看它股本很小就知道了 股本不大 這個當然是台積電 今天是漲了十塊 就漲了八十幾點 台積電就漲了八十幾點 所以台積電它稍微動一下 那個對指數就貢獻很大 那今天聯電有拉回 是正常的 你今天才買聯電不對 聯電連續噴出兩天 當然外資一定會買才會漲 今天外資可能就不會買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買聯電不對 壓下來買可以 但是你早上去買不對 表示技術面要再學習 因為連續漲了兩天 那一定外資買 那如果你今天賣 你如果今天被外資的報告 嚇到去賣 有答案你 就不對了 了解我意思嗎 保證你不對 因為我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有答是景氣循環股 那現在出來的第二季的季報 不得了 有答是賺了三塊多 三塊三 第二季賺了一兩百億 第一季也是一百多億 所以第一季跟第二季有答 就賺了三百多億 三百億超過 所以有答今年獲利 我們來估五百億 不止應該是到六百億 那有答算出來 今年EPS到六塊以上 六塊錢 也可能到七塊 今年 那明年對半 我早就講過了 那如果你今天不會做股票的人 你說有答今年EPS七塊 那你就認為說 35塊是便宜 因為七塊 五倍本益比很便宜 可是你不知道有答明年三塊半 還是三塊而已 投資本 所以你的水準要拉高一點 你說有答賺六塊 五塊六塊 甚至到七塊 你說35塊是便宜 其實35塊很貴 因為有答明年才賺三塊 那怎麼會便宜呢 他景氣情緣股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有答為什麼不會漲 不是他不好 實在是因為他是景氣情緣股 所以這個股票以後會不會崩盤 保證會 因為他們也是景氣情緣股 他今年賺30塊 明年只能夠賺可能15塊都有問題 搞不好10塊 那怎麼辦 他一定崩盤的 也就是說這個點 這個位置 他們都已經反映 今年所有的獲利 都會反映在這個位置 就像有答一樣 有答很會賺 可是他的股票價格就提前反映了 提前反映在這裡 但是你就經過長時間的一個整理 畢竟他也是賺6塊 他也沒那麼爛 他真的還不錯 所以他就一個 會技術面會一個反彈坡 但是不會過高點 所以你如果有答在20塊附近買 要賠的機會很小 我可以跟你講有答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做一個整個大坡段 我之前也跟你講過說 那時候6月份 我說很多人都不曉得要買什麼股票 一直要買行運股來套牢 我那時候不是講說 如果你都不知道要買什麼 你就買聯電 你至少買聯電 聯電50塊 51塊很好買 那這個已經有除息1塊6了 這個加起來都60幾塊 因為他已經在這邊有除息1塊6 所以這邊也賺了2成 你聽我的話 你連電也賺2成 賺2成不多 但是至少你總比買那個 長榮陽明200多塊來套牢好吧 不是這樣嗎 那你現在如果有答 你說有答要不要看壞 你不需要看壞 但是會不會漲 這不是我決定的 我只是告訴你 有答這個地方的位置 他不應該再跌 那至於他什麼時候要漲萬哉 那你說外資有人調升有人調降 你不要理他們 你不要聽他們的 他們外資1000多家 那有人講說會漲 有人講會不會跌 你要聽誰的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在節目的開始 我先跟各位講這個 那為什麼長榮萬海陽明回撤就買 因為他們會崩盤 但是不會這樣子一直跌 不會這樣一直跌 不會這樣一直一路跌 他會有這個反彈坡 他會有這種反彈坡 那這一次的反彈 是因為經過這邊的修正 所以他這一次反彈會比較 時間比較久 幅度也比較大 那這邊因為他剛開始跌 剛開始跌下來對不對 初跌段嘛 所以他反彈速度跟時間會比較少 那反彈到下降時日線就是空點 這邊就是要放空 我就放空給你看196塊放空 那這邊我就是215塊放空 這邊就是要放空 那未來這個點跟這個點會不會跌破 我認為都會跌破 甚至這個點我都認為會跌破 這可能是明年以後就會跌破 你聽聽就好了 我知道你不會同意 因為你套牢在200多塊 你聽我這樣講你會生氣 因為生氣也沒有用 這錢的問題 這我是嘴盤的老師而已 你聽就聽不聽 我無所謂 你怎麼說我的意思 所以操作股票不是只有基本面 如果用基本面 那你都永遠不要賣 你經常基本面 是要說什麼基本面 這基本面最好的就是這支 這支最好的 基本面不是賺20幾塊 你就要賣賣了 你如果要都賣賣了 我告訴你基本面會改變的 這是股票的方法 你聽不懂我的意思 老師這個不是景區情緩股 差不多意思 這個也是因為報價上揚 讓它飆上來的 以後報價就不會上揚了 一樣意思 所以所謂景區情緩股 就是隨著報價在移動的 它跟台積電是不一樣的 台積電那個叫業績股 研發科那個叫業績股 敦泰 京豪科 聯勇 那個叫業績股 那所謂景區情緩股 就有點類似像那個 那個望鴻 華邦電那種 做低倫的 或者是像做面板的 那個所謂的報價 跑來跑去 它會放來放去的 那個穩定度是比較不夠的 真正穩定度比較大的 夠的是像聯電 像台積電 像日月光這種股票 那像運輸股 那穩定度都非常不夠 鋼鐵股也是一樣 因為它報價 掉下去就垮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像這樣好了 這樣 雖然台獸藍雅也是景氣情緩股 因為它是大股本 它也不會暴漲 也不會暴跌 那有時候石油價格跌 它們就會滑下來 就賺錢 就賺得比較少 那石油的價格漲 它們就賺得比較多 可是因為這種股票 是大股票 所以它上下滑動的 不會太大 不是特別大 因為它們還是比較 穩定的公司 像台塑蘭雅 這些台塑市保 今年不是預估會賺到3000億嗎 那去年就沒有 去年才賺1000多億 因為去年石油價格就 就不是很好 你也知道 那你要看外譯是吧 那問題是 為什麼我們現在買長榮 萬海陽明 因為它不會一下就崩盤 如果說這個股票 如果這個股票 會一路的往下崩盤 那我怎麼可能會抄底 要買呢 但是未來會不會再跌破這裡 會啊 一定會崩盤的 那為什麼我要買 因為我要放空它 我以後一定會放空 要讓它崩盤 這個也是一樣 要讓它崩盤 這些股票我都要讓它崩盤 讓它崩盤 不是說我收了算 我是說我認為會崩盤 所以我以後一定會放空長榮 我買長榮的目的是 為了放空長榮 我上個禮拜五不是跟你講說 我買130 131塊半嗎 那今天要稍微跌一下嘛 那無所謂啊 因為我們 像這種震盪 我們都很清楚嘛 我早上在貼文裡面 在貼文裡面講過 我這個就是要洗小白嘛 它要一再的洗 讓信用教育副 跑掉嘛 因為它洗一次不夠啊 一次兩次 你又不跑 反彈起來你又不賣了 禮拜五再洗一次 今天再洗一次 洗到你就嚇到了啊 因為沒有錢補嘛 所以小白就是沒有錢啊 你如果沒有錢 他幫忙做錢 他幫忙農資的嘛 你幫忙做錢 做股票你就一定是這樣的啊 你就是受不了啊 你會 你這個維持力不夠 然後銀行人就叫你付錢 你要跑掉 銀行人肯定給你 你還賣起來 你當時不知道啊 這樣可以做什麼 所以你借錢做股票 你不用錢 我告訴你 你沒那個實力啦 那些主力啊 大富啊 他們也是有一些 他們會做 他們也會借錢來買股票 可是他們很會操作啊 他們不對他就跑了啊 一點酸啊 不會像我們一般的閃負 這樣子沾的不動被山陣 我們一般的閃負不會做 還要借錢 你借錢你要做股票 你當然要輸啊 你受不了 因為你融資維持力不夠啊 你沒辦法撐啊 那如果你用現股買賣 雖然跌下來你很痛苦 跌了五成你很痛苦 可是你可以撐住啊 因為那錢是自己的啊 你不敢做錢啊 那但是你說 為什麼大富也是用農製造 你沒大富的本輸啊 他跑得快啊 他不對他就跑了 你不會跑啊 差在這裡 因為你技術沒有人家好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不可以借錢啊 那我跟你講 我們買這裡嘛 那今天收盤有事賺10塊 那這兩股票我們還沒賺啊 那你說這兩股票 這兩股票最後一盤打下來 這無所謂啊 我已經講過了 因為他分盤交易啊 他收125 120都一樣啊 對我來講都一樣啊 因為他就是一定是 他的氣氛走勢 他一定是跟著他嘛 你看他衝上來沒有衝漲停 所以要打下來嘛 當衝打下來嘛 長榮也是一樣啊 當衝打下來 打下來以後 他當然就不會收到最高啊 他今天就算125塊 或是收漲停板也沒有意義啦 因為明天的開盤價都是由他來決定 由這兩檔來決定 因為長榮 因為陽明已經沒有主導權了嘛 他就被關起來 他怎麼沒有主導權 所以這三檔股票 就是要看前面這兩檔就可以了啦 楊明不用看啊 反正他們倆 長榮萬海漲 陽明就漲了 長榮萬海跌 陽明一定跌啦 不用說啦 但是我們都是看好了 但是我不是說三檔都要買 不是 你只要有買就可以了 我們的會員啊 這一次抄底這些股票 陽明買一成 然後呢 這個 長榮買一成 我們會員只准買一次 不能買兩次 那不同的會員買的價位也許會不一樣 因為不同時間參加嘛 但是每一個只能夠買一成 所謂買一成就是說 一千萬只買一百萬 一千萬只買一百萬 這規定的 那如果你有些會員要多買 那我也沒辦法 因為你自己要多買 那是你自己要打來 自己要付錢 因為你風險就高了 我是幫你控制風險嘛 我百分之八十的現金 我都要買電子股 都買科技股 那為什麼要做航運股呢 因為會漲我剛好做多啊 我幹嘛 這會漲啊 會漲我幹嘛做空 但是等到以後再做空就好了 以後我再做空啊 那以後要不要再放空 長榮 陽明 萬海 或者是萬空這個 這一定不給它放空啊 這一張不賣財富自打的 我準備要放空啊 沒有放空啊 這我也要放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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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這組我都要放空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不是跟你講開玩笑的啦 我是講真的啦 因為我現在做多長榮 是為了以後放空長榮 那至於天玉連勇艾璞呢 這是我上個禮拜講過啦 我上禮拜啊 我們這些高價股的做法 就是我們這一天把 把敦胎賣掉 雖然沒有賣到最高啦 但是我們不是賣低點賣 我們是拉上來賣掉 拉上來以後賣掉 那這我們是買210塊半 212.5 賺這一段 那雖然這兩天賣了以後 禮拜五還有在漲 禮拜一還有在漲 可是我們買了這兩股票賺更多啊 我們買280 我們已經跑到308了 那這兩股票也是一樣啊 我們這兩股票是怎麼買 156塊買然後這一天賣掉 我有跟各位報告過嘛 這天賣掉 幾乎是相對高點賣掉 你看賣掉以後這幾天也都沒有再過高點 這個是我156塊買的 這這天賣掉 那這個我們現在把 現在我就跟你講說這種股票會漲啊 這種會漲啊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 這個是這兩股票也是我們會員的持股啊 我們買485塊 連勇啊 這兩股票我也看好啊 這都是IC設計股 我們做IC設計股還是要轉換 因為它 畢竟同樣的一個是IC設計股 可是它股票價格它 有的漲比較多 它會進行一個整理調整 那我們就要 步驟要拿捏對 有的準備要漲的我們買它 那如果要開始整理的我們就退出 那基本上都是 全部都是看好的 IC設計股都是一樣 不是說賣掉敦泰跟賣掉金豪科 他們不是說他們不好 我認為股票價格它會調整 會整理 那整理的話你浪費時間 你當然是買這個 那今天你才買 也可以啦 但是我們280塊我們就買了 天譽 我上個禮拜五 解盤的節目裡面就講很清楚 我說賣掉敦泰 賣掉金豪科買進天譽 就講得很清楚啊 今天天譽 很快時間攻上漲停板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 與時機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 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027725 當然很多人會對這個大盤可能會有疑慮說 認為這個大盤是不是要修正了 那不叫修正 那叫調整 叫回答 這個叫正常的回答 那你回到了上升的季線 因為季線的扣底值 上個禮拜講過 接下來扣底值會往下扣底低值 所以這條線會往上 抖翹 幅度這個角度會往上 所以你打下來以後 這邊一定有中線的買盤上來 但是短線來講 它是比較好 比較有壓力的 因為月經線扣底高值 月經線扣底高值 那這禮拜開始 十日經線開始扣底 慢慢扣底低值 又會保護極短線 你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它就是這個地方盤整了 那會不會崩盤 你要有什麼條件讓它崩盤 美國股市崩盤就會崩盤 美國怎麼會崩盤 你看美國要崩盤嗎 美國有很像要崩盤嗎 你就不要太多 它是正常的調整 那我們是做股票 也不是做指數 我只是告訴你指數不會崩盤 如果指數要跌3千點 5千點 那我怎麼可能要做多 我就做空就好了 我常常在做空 我常常在做空 我常常揚明 我正在廟地 我要讓它崩盤 我以後要放空 這個我沒有看這裡的 我沒有在看這個價位的 長期來講我不會看這個價位 因為它是從這裡漲起來的 它從8塊 它敢漲起來我就趕空 你不要以為這個很久以前 這是2020年的事情而已 這4塊 我怎麼不敢放空 這4塊 看清楚 你的市值從100億不到 拼到5千億 我怎麼可能會同意呢 我不會同意這股票 這樣子炒作的 我一定會再放空的 這個也是一樣 大家都是一樣 這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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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不賣這也是一樣 我一樣 一樣 都會放空 如果要放空 現在怎麼做到 就會蓋 我要讓它蓋起來才把它放空 怎麼可能會把它追空 就像這個長榮 我215塊放空 那我這邊補 我怎麼可能 你看我這邊如果沒有回補 它不是要彈上去嗎 我148塊回補 賺了 賺了 賺了31% 我這邊有獎 我賺了31% 那是亂講 那是這個 你就有 有什麼證據 不用證據 有會員就是證據 會員就是證據 會員就是證據 拿什麼證據 我根本不用拿什麼證據給你看 會員都在看啊 那連揚明 那因為為什麼後來長榮回補以後 在彈放空揚明呢 因為揚明沒有被關緊閉啊 當時啊 只要被關緊閉啊 我就拍放空啊 我就沒了 我換這支啊 我放下去再倒了 又到這裡 到這裡來 那這個叫做 因為它最近被關緊閉 它比較痛苦 所以它的角度就比較 它整理就很辛苦 但是你就要看這兩檔 那這兩檔呢 會不會漲呢 如果不會漲呢 我們幹嘛買 我在Telegram講過 你明天以後突破 你看這個價位 150塊半 進行的大量去 你突破以後就架空了 就準備要過這個點了 過這個價位 很快喔 這個你不要以為 今天多少錢啊 今天144.5 那是今天沒有漲停板 沒有漲停板 沒有漲停板 因為當沖的很多啊 大家就要落跑啊 從大跌到大漲 就漲了16% 人家當沖就跑了 那這檔股票過了這個點 注意看喔 257 那這個沒有很遠啊 你這個調整一次啊 到上去以後 到下漲十字均線 到月線之間再下來一次 這個也是一樣啊 上去以後到十字均線再下來一次 這個是故意要甩膠的 也是要洗盤啊 也是漲南聽點就是又空啦 這支不用看啦 這支就被關緊閉了 看這支就好了 所以你要注意這150.5啦 跟這個啦 上去就 打空了啦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我在這邊講過了 我既然敢抄抵 你為什麼沒有抄抵萬海 我們股票沒這麼多啦 你自己來 你不是不行 因為我們沒有做那麼多股票嘛 我們股票三五檔而已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長榮、揚明 我當初上禮拜就講過 我們帶會員抄抵 我們的目標是三到五成 不是三趴五趴啦 我沒在賺這幾千塊我就要走 沒有啦 就是要賺它三成到五成 我們風險很小嘛 我們就算 好 就算我們做錯了 我們也輸得起啊 我們風險很小 我們不是買在200多塊 所以投資本 如果你有這些股票 你要找我 為什麼 因為到時候反彈上來 力道受阻 我會幫你撤掉 你說要解套 那你不要找我 不會解套 你買這個長榮 你買在234塊 你別想解套啦 你別想解套啦 我跟你講 你就是別想解套啦 你買在這裡 你買在這裡怎麼解套 我帶你上來以後 只是要讓你少虧為盈啊 你跟我多做幾趟 你反彈上去先賣家 再把它空下來 你兩趟就回本了 你信不信 可是如果你意氣用事 一直要放到解套 拍血 你不會解套 誰要拉給你解套 哪一個主力要拉給你解套 你買234塊 誰要理你啊 你現在知道我的意思嗎 誰要幫你解套 那是基本面很好 又來了 又來了又在講了 又在講基本面了 又在講基本面了 沒水準 老師在講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的賣家 你聽不懂 股票不是漲基本面的 是漲泡面的 漲基本面 技術面才好 你看喔 我今天 帶各位去做 運輸股 目的是為了以後放空 我不是真的要做這支股票的 那我是真心真意 是要做科技股的 科技股 所以我們今天天地漲天板 我上禮拜就跟你講了 連勇 我們買在480塊 485塊 連勇 那艾普也是買在相對低點 艾普準備創新高 這次都是IC設計股 而且當然 中小型的 或是比較低價的IC設計股 我們在佈局當中 所以我還是投資朋友告訴各位 你不會操作找定超 有任何問題 等一下節目裡面 結束了以後 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尤其是如果你有運輸股的 一定要找定超 找鷹派 因為這次上來以後 就是解套波 你如果沒有賣到時候 又破底了 又垮掉了 你不要再一直講 進步變得很好 我是跟各位講真的 交流好友 Telegram193008 我想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